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哇哦 大家好 我是金大熙 我是于慧强 我是陈天佩 我是林真逸 我是陈炳泽 请看今天的哇哦新闻 乔乔 你家有装百叶窗或窗帘吗 有啊 怎么了 美国有一份报告显示 为了调节雾内光线而装设的百叶窗及窗帘 是造成家中婴幼儿意外受伤的隐形杀手呢 啊 为什么啊 一起来看看这则报道吧 天气冷了 赶快把窗帘拉上 外头阳光刺眼赶快调整一下百叶窗 窗帘和百叶窗 一直是许多家庭具备的生活粮扮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不当心 这个居家粮扮有可能会变成幼儿杀手 住在美国的爱丽妈妈 家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小婴儿 为了避免心爱的宝宝发生意外 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排在身边 不让孩子离开她的视线 因为这可能会有孩子的危险 这可能会有很多危险 根据美国儿科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显示 窗帘和百叶窗 是让婴幼儿受伤的隐形杀手 几乎所有的意外都发生在家里 尤其是卧室和客厅 根据统计在1990年到2015年间 美国又有17000名六岁以下的儿童 因为窗帘的拉绳缠绕身体而受伤 平均每天有两名婴幼儿会发生意外 有271个孩子因此窒息而死 虽然专家一直努力修改法令 但还是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发生意外几率最高的是卷帘和百叶帘 这些窗帘侧边都有一条长长的拉绳 用来调整开关 如果小孩好奇玩耍 把绳子套在脖子上 这有可能发生意外 也因此美国的窗帘制造商 开始全面回收这些设计不良的产品 意外常常是安静 迅速却又突然的发生 等短几分钟就可能夺取宝贵的生命 所以专家呼吁 家里有6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 应该把窗帘换成无拉绳的款式 或是把拉绳固定在 孩童无法取得的高度 同时也尽量不要在窗户旁边放置家具 以免因为攀爬家具而导致遗憾发生 意外 常常都真的是在意料之外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小心提防 这些隐形杀手 真的 那我想问你们 你们觉得家中最容易发生的隐形杀手 有哪些 就是哪些地方很容易发生危险 像我之前有看过新闻上面 它说浴室很容易滑倒 尤其是针对于老人和小孩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桌脚或者是椅脚真的很可怕 就是撞得了皮 就会踢到 对 然后就会很痛 就会很痛 很痛的 我跟真一有一种共同点 就是宫在浴室 是一氧化碳中毒 就是冬天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会关着床 然后洗澡吗 暖呼呼的 然后可是有时候 那个热水器中在里面 可能就是会一氧化碳中毒 然后又无色无味 然后你就慢慢睡着 就突然间就 对 然后就会以为自己 只是昏昏地睡着而已 可是其实是一氧化碳中 很可怕 我也有看过就是新闻说 就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摊完爬到柜子上面 然后那个柜子就倒掉 然后上面又有电视 然后就压死了那个小朋友 好可怕 超可怕的 今天我准备一个调查 那和你们分享 就是家中最容易发生的意外 千五名 我们一起看看 好 好 这是我准备的 首先最容易发生就是被门夹到 真的就是一不小心 大家开个晚上就被门夹到 手又被夹到 对 真的很痛 接下来就是被尖锐的东西刺到 譬如说像桌角或者是柜子 走一走就 就这边有一个伤痕 接下来就是 那个滑倒跟跌倒 也是刚刚曾益说的一样 这在浴室 不小心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可能跌倒还会撞到头上去 像是大理石地板或者是磁砖地板 我认识地板超痛的 我觉得会投过血流 投过血流 那接下来就是烫伤 就是不管是瓦斯炉 还是煮热水的时候 每个人就是都会被烫伤 就碰到 不管是那个油会碰起来 对 就是水跟油 不小心就很痛 溅上来 最后就是火在火烧了 不是只一个地方 要整个房子 而且它会延续旁边 真的 所以为了安全 为了健康 我们真的只能多加留意 让家里变成我们心目中 最安全 最安心的避风港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 《一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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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一起来猜猜看我们想的 《一样不一样》 你们知道其他国家的小朋友 在想什么 玩什么 做什么吗 我超好奇的 到底其他国家的小朋友 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每个礼拜一的 《一样不一样》单元 就是要带大家了解 世界各地的小孩观点 今天要看的是什么观点呢 一起来看一片吧 《一样不一样》 我们在想办理 怎么了 伤到哪里 没事没事 小伤口 我帮你看一下 还是要不要贴个OK泵就好了 你这刚刚叠得太大力了 用OK泵可能遮不住伤口 你怎么回来晚了十分钟 可能是我跟同学聊天 所以走得比较慢 还是老师又让你们晚下课了 没有 我要去晨莱宇那边买点东西 你到楼上 洋台那边帮我叫叫花 奇怪 明明都有固定照顾 为什么还是空了两三盆 已文 你心肺怎么搞的摆绷带 是不是受伤了 没事这只是一个小伤 什么叫没事 老师本来就应该注意你们的安全 要是伤到了是你的下巴 那不就要缝好几针了吗 这不是老师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而且大队接力本来就很容易受伤 你等一下点的文本放我桌上 不准 вес无理 怎么很控制 那不就电话 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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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手 庐料 做材料 态製 DENNIS 社 市 小弟 你一定很美吧 黄玄 黄玄 安静 后面还闹 今天外面因为下雨场地湿滑的关系 所以我们改在室内练大队接力的结棒 棒次就像上次安排的那样 有没有谁有问题 没有 乙文 有 你这次先不用跑 永轩 你代替乙文跑两次 其实我觉得影片中的乙文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虽然跌倒了 可是他还想要跟他们班的人一起练习 只是因为妈妈的反对 他失去一个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机会 那我想问问你 如果你们是影片中的乙文的话 你们的心情会是什么 如果受害我可能会觉得很委屈吧 因为我会想说只不过是一个小伤而已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如果是我 我会愤怒 因为这明明就不是老师的错 可是妈妈却把它怪到老师身上 然后自己一个人要在旁边看 可能就会有点 好像没有被贡献的感觉 对 没有贡献 我的话应该是难过 因为我觉得乙文他应该是 想要去参加大队接力的 但是因为妈妈跟他说你不行去 他就得照他妈妈说的 那当然心脏也会觉得有点不平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可以 那不过这个我只是一个小伤而已 对啊 我的话 还是生气吧 为什么我就觉得说 只是一点点小伤口 应该也不会说没办法跑步 也不会影响那么大 对啊 马上就好了 只是说跑步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怪怪 会有点痛痛的 对 也不会说到不能跑 然后而且妈妈又说到 他妈妈又说 那一定是老师的错 怎样这样 而且他不一定会受伤 对啊 那我的话应该是失望 就是想说 刚你说的一样 就是伤口也没有很大 但是为什么不能跑 而且我也不是故意跌倒的 然后就不小心跌倒 然后却不能为班子一起练习 一顿大队接力 就觉得很失望 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对 其实我刚刚发现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 你们都知道 以文是真的很想要跑大队接力 可是却因为妈妈的缘故 所以他不能跑了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一些 加拿大的小朋友 他们是怎么看这则影片的 她可能知道女孩很喜欢跑 父母应该要鼓励孩子 以为他们喜欢做的 比较怒怒怒 我认为她跌倒 不是教授的 是她的错 因为她不看到石头 所以是教授的错 在影片中 因为以文的妈妈 过度爱以文 她以文不能参加大队接礼 那我想问问你们 如果你们很想做的事情 却要不要把妈妈阻止了 你们的心情会是什么 我觉得是烦闷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像是我妈妈有禁止我用短信 然后呢 可是电脑旁边的 又会出现她会讲什么 然后叮咚叮咚叮咚 就是学英文的时间 然后就会突然觉得 不要再传了 但是我自己很想看 可是又不能看 然后就会怎么办 想看 可是又不能看 就会变得有点烦 对 我的话是失望 失望 就是因为我很想要自己去买一些小东西 就是在网络上买网购团购 但是妈妈就说 你不能买 你都不能买 就是好像是买东西 好像是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 那饼子呢 我是讨厌 讨厌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想要去别人家 或者是就是自己走路 就是回家 很多人妈妈都会说不行 她就会说一些借口 她说因为你长得太可爱 你会被人家抓住 所以 她就说 其实你不能自己走路回家 因为我是开心 开心 因为我爸爸才没有阻止我任何一个 我想要做的事情 除非是不好的事情 我应该会是难过吧 对 因为就是 因为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 家里跟学校距离蛮远的 可是有时候就很不想要搭交通工具 所以就是想要骑加车 然后透透气顺便运动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路上车子比较多 所以爸爸妈妈就派我危险 就不让我骑加车 但是我就心里想说 路先大概知道了 小心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对 对啊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除了巧巧的开心以外 我们这些情绪都是偏顾面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爱我们 才会拒绝我们 才会觉得我们想法是不对的 可是算他们都觉得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可是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尊重 听听我们的想法 听听我们的心情 然后再去做决定 那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把妈妈哪些规定 就是太严格 或者是对你们来说不合理的 我觉得像我刚刚提的 Messenger的事情 因为那个算是大家可以有机会 好好互动的地方 因为在Messenger里面 大家可以互相聊天 互相改绰号 然后聊我要帮你改什么绰号 然后大家也会笑 可是当妈妈说不能用Messenger的时候 我就会很失望 我觉得沟通 为什么可以有点不入 我在班上已经够边缘了 怎么还这样 我觉得会觉得说自己一个 没有一个可以融入团体的一个感觉 对 对 这个问题好像很共鸣 那不知道世界各地的孩子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我觉得他们对我孤独关心的一样是 有时候就是 假如是我爸说 你要把衣服袜子掉到洗衣床好了 可能这件事情我已经听到了 说我会去做 可是那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 有时候不放心 认为说我可能会忘记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就会再次提醒很多次 有时候我爸妈他们会说 课业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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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课业 课业比较重要 他给我的观念就是 课业和英文重要 然后呢一直叫我去做那些 然后现在让我对分数感觉很重要 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安全问题 这方面有点太过于关心 譬如说我想要去同学家 或者陆堆一起走回家 他们就是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过度保护了 平时爸爸妈妈一看到我放学回来 都会都会很想要知道 我在学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然后同学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事 反而会造成我的压力 因为每天回去都会听到 重复这样子的问题跟关心 应该是我的数学成绩 因为有一次四年级月考的时候 他们给我太多压力 然后导致我的那个数学成绩不太理想 然后他们就决定一个礼拜 都把我送去安清班 就是这样 就是一直补习 然后最后就是补到身体很不舒服 我就很希望他们某一 就是星期五或星期 就是不太重要的那一天 放我一天假在家休息一下 就是考试的前一天 晚上爸爸妈妈都会帮我考试 然后爸爸妈妈他们都会说 一定要全对 这样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自学手的话 我妈妈就会帮我擦掉再学一遍 然后当时我的感受就是 不开心然后很讨厌 就是每次月考前 他们都会定一些目标给我 就是每一颗科目 都必须得要达到九十分以上 如果没有九十分以上 就必须不能享有玩乐 我觉得妈妈妈对我过度关心的地方 就是他们怕我缺乏运动 但是我每天在学校 都有和同学怕我跳一跳 玩什么鬼抓人 但我觉得我的运动量够了 但他们还是希望我打一些球 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 但我对这些运动就是觉得没兴趣 我本身就是喜欢摄影 然后我想要朝着摄影的方面去走 我是希望我妈妈可以放手 让我去朝那个方向走 就是让我不要补那么多车 我希望父母让我放手去做的事情是 游手滴这件事情吧 虽然就是之前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只是可能没有控管好之类的事情 可是我还希望说 这是快要上国 总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就是说让我证明一下 我自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喜欢阅读大量的东西 大量的书籍 可是就是要 爸爸妈妈就要叫我们去做 听英文备单字 然后还有课业要顾好 所以就很难去阅读广泛的东西 每次爸爸妈妈 一看到我放学回来 都叫我要写功课 不然就是待在家里 不让我出去 反而会让我有点无聊 我希望爸爸妈妈 可以让我出去找同学玩 不然整天闷在家里 我会觉得有点无聊 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 其实可以让我先试着 去同学家一次 让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我可以向他们证明说 我一个人是不会有危险的 没为我问题 或者是我会跟他们讲 陆队都有同学或老师 让他们可以放心 让我自己个人参加陆队 走路回家 应该是跟就是一些大 一两三岁的那些哥哥姐姐 一起出去玩 因为上星期后的时候 有一个姐姐她 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国小 参加远魂会 可是妈妈就是 太担心我去那边不安全 然后她就是执意要一直跟我去 可是最后也是没有去 让我觉得很可惜 我希望我爸爸妈妈 让我放手去做的就是 我为了想要当一个电竞学生 我想让家人放手 让我去做的事情是 让我当一个 会诗型的YouTuber 然后呢 可以画漫画给大家看 我真的喜欢 lacrosse 我真的喜欢 lacrosse 然后我希望我的父母 会支持我 在我的爱上 我希望我的父母 在我的爱上 我希望他们能让我 去买热 我希望他们能让我 我让我热热 我让我热热 所以我不会被热 所以我不会被热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会吃辈子 吃辈子 我会吃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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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我回家 自学生 他们也太害怕 我会被捕 或是被冲犯 或是被冲犯 刚刚在影片中 好像每个小孩 都希望把妈妈放手 让他们自己做 自己想要的事情 那难得有这个机会 你们有没有想要的事情 是希望把妈妈放手 让你去做 或者是有什么话 要跟把妈妈说的 我先好了 首先呢 很谢谢他们的关心 与照顾 可是呢 我也很想要挑战自己 骑脚车回家看看 那你们呢 我绝对不会 亂花钱 或是亂买东西 还有很浪费它 拜托让我买东西 我希望爸爸妈妈 就是放手 让我自己走路回家 我们两个是想要 感谢爸爸妈妈 对我们比较放手 不会说让我们去 就是不会让我说 一直上安清班 那么辛苦 所以妈妈就没有再让我 上补习班 跟安清班 就是让我在家里自学 也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那乔乔呢 我是想要就是谢谢爸爸 就是让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后只要是好的事情都可以 就是都会支持我 那其实还是很希望爸爸就是 我想要去同学家的时候 然后就是放手 让我却不要每次都是 顾虑这个 顾虑那个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 爸爸会就是顾虑的比较多 那希望今天所有的孩子们的亲生 都有被父母听见 也希望爸爸妈妈们 能适时放手 让我们学会飞翔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